如果说香港发展最大的动力,我想首先是来自中央的支持。 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两项中央举措,让香港重回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,也让我们可以提升管制效能。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了香港八个中心定位,为香港经济的未来指明方向。 约高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接近三年,令香港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加速融合发展。 香港应当用好中央的支持,抓好国家新法整个局的机遇,为香港谋求发展,为国家做出贡献。 过去两年多的社会动乱和疫情影响,令香港经济受到考验。 今年以来,香港各项经济指标得以持续地改善。 今年首三季,香港经济按年增长7%,服输势头稳固。 经济在第四季应当按年稳健增长,预计香港全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6.4%。 只要本地疫情继续受控,加上内地与香港逐步恢复正常跨境人员往来, 我对香港明年的经济前景是乐观的。 我们也看到十四五规划刚要提出瞄准生命健康等前沿的领域, 会利用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,大力推动香港在生命科学方面的科研工作。 特区政府会在土地和政策上做出配合, 希望未来生命健康相关产业会成为香港经济新的增长点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